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家的常备小菜 酸辣腌萝卜 雪碧酸甜腌萝卜 还有浅自咸辣鸡蛋 第一个酸辣腌萝卜 萝卜呢我们需要先处理一下 掐头去尾 开头呢我不太顺利 萝卜里面有黑斑我需要去掉 之后呢是削皮切块 最后呢切成一个夹刀片 中间呢是不切断的 先用糖和盐先腌制一下萝卜 去掉萝卜的辛辣原味 一个小时之后呢萝卜会出来很多水 我们把水倒掉 之后呢就是重点了 倒入纯净水 白醋 当然你也可以用陈醋 白糖 生抽 小米椒的数量呢要根据自己的辣度来 我这里呢是放了四个 盐呢是根据你腌萝卜腌制的咸度 水量添加 放置冰箱一天之后呢就好了 其实我自己的经验呢是越往后越好吃 越入味 特别的酸辣生津 入口脆爽 第二个雪碧酸甜萝卜 这个呢是小朋友的最爱 吃萝卜呢感觉过了一半 喝雪碧的瘾 同样也是用盐和白糖 让萝卜杀出水来 之后呢就是纯净水 白醋 这个一定要白做 还有白糖 盐呢放放要根据你腌萝卜的咸度 最后呢就是放一下雪碧 这个呢是看着啊是没什么 就是白萝卜 但是吃起来很特别 浅浅的柠檬味道 酸酸甜甜的 超级爽快 第三个浅自鸡蛋 这个呢就更加简单了 其实用鞍成蛋会比较好 但是呢我没有买到 所以我们今天呢用小鸡蛋 滚水呢我们来煮鸡蛋 等鸡蛋煮熟之后呢 我们来过冰水 鸡蛋好不好剥皮呢 就看这一步咯 之后剥皮 我们把它放到桶里头 这个呢非常简单 就是纯净水 生抽和老抽上颜色 白糖 三四个小米椒 同样呢也是要根据自己的腊度 如果不放辣椒 小孩子呢也是可以吃哦 午餐盒子里面呢 放两颗没有辣度的小鸡蛋 补充一天的蛋白质哦 这个浅瓷鸡蛋是日本妈妈教我的 早餐呢来一个 配着白粥 放两片自己腌的萝卜 呼噜呼噜的喝几口 再吃一口咸辣鸡蛋 得了 开始一个美好的早晨 我是河C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请给我点赞和关注我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我们下个影片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